這大周圍聽老街坊說 過去住了很多粵劇老觀 仙姐的父親白俱榮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 也是著名的小生王 仙姐排行第九 原名陳淑良 我恨演戲,家人不給 我爸爸一向都不喜歡 她說這學複雜 學戲五成十大學 有名說的 我都是一個笑話 我才聽季 在這裡求 求她給我做位置 不知為何那個人很喜歡演戲 我記得她看過上阿妹一套 我跟她說過 她做黃昭君 我回到渣北葵線在這裡學 我也是很喜歡那些古代的婦人 很年輕我喜歡看玉妮雲 春風回夢記 如知妻那些 古代才子佳人的浪漫 至少令仙姐心傾易醉 特別是自己在紙妻的裏面 扮演矜持 自負感於情愛的霍小玉 那個龍家小姐 她在你 成龍入漢 妖瀑 寶寶 雞叉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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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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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態要演出,我出去,我兒子這個人是甚麼? 三軍,你呢? 華生姑爺,源自龍西客,生從塞外歸我。 五十年代的末期,大陸做的那些劇都差不多是《港革命》。 粵劇的戲曲片來自香港,其實只有兩套。 一套是仔細的電腦,就是《選女世》。 當時我是第一次在仙姐和尹姐演戲。 看完一次,一次又一次。 如果你問我最吸引是甚麼? 我覺得最吸引是仙姐。 你會發覺仙姐就是郭小玉。 從小她已經被我留有一個不可以磨滅的形象, 就是真是一個粵劇藝術家。 即是她可以將你現實生活中抽離出來, 你進入到另一個境界。 四三年以後,做了幾個歸威師? 有半年。 我記得你好像跟一隻乾燥的那種嗎? 打冬夜拜的。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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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家寶和仙姐相識超過六十年。 他們先後在舌角師門下拜師學藝。 十二、三歲,兩個人已經同台演出。 小姐,是不是第一次來早苗? 不是。 那時印象是很模糊的。 那時陳錦棠又沒有回彈用。 叫人,你隨便有一雙眼褲的, 你也給我訂過上來吧。 那我就找到我了。 我就去做了。 不知道什麼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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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雙眼褲是假的。 你起碼有條件、聲色、藝。 藝是慢慢學的。 有聲、有樣子。 就是叫做。 那人家觀眾要看你的嘛。 剛剛你知道你十幾歲的小女兒。 在香港這麼大都市。 一回來來廣東就是農村。 樣子都很新奇的嘛。 是吧? 上樹捉鑿仔,他都夠膽死的。 是呀。我琴上樹的一個女兒子。 我那個老師就是。 陳錦棠就是。 不要改她這樣。 她是瘋狂的。 她是遞狂的。 她很喜歡玩。 我覺得是公子。 她做戲呢。 現在是有觀眾嘛。 你不是叫觀眾來博物館看, 你就死了。 即是他們說, 現在很多人學唱歌。 多了很多人學唱歌。 很多人學戲。 有很多人去教戲。 嗯。 你學了, 觀眾越來越少。 這個也是搞笑的。 是呀。 學唱要做, 還要有觀眾才行。 這個問題也不知道怎麼解決。 這個問題也從幾千里連隊생紹在領南地區、 都可以有機會。 第一次演唱歌。 在子嗣, 是一下音樂陣 City, 八個 Website 全場就是江家大 relations ORNAM。 规模的戏曲品種 在電影、電視還未普及的年代 看大戲和其他傳統戏曲一樣 一直深受普羅大眾外帶 是老百姓的消閒活動 時至今日,粵劇面對時代衝擊 始終擺脫不到觀眾流失的困擾 詩姐最一次在舞台做大戲是1969年 但是這麼多年來,她並沒有離開過粵劇 只是站的位置不同 她不想驚動觀眾 習慣躲在戲院的一角看戲 遠遠地留心著舞台上的演出 很難說 在我來真的很難說 我覺得粵劇不是沒有觀眾 你要吸引到她來看你